战机飞至空中 飞行员突骚失明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飞行员能否成功盲驾 如果有强大的外部指令 周密的连续的外部的指导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功的实现盲驾 以色列上演惊魂一幕 F-15遭遇离奇断翼 命悬一线的单翼战机究竟能否安全下斗 坐舱盖拖落 变身敞篷飞机 高空之上 飞行员究竟面临核准困境 不仅那个睁开眼睛 而且会整个呼吸都会受到障碍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 苏三菱发动机骤停 我国飞行员又是如何化险为夷 今日沙场 特邀军事专家杜文龙 宋新芝 为你讲述 那些空中惊心动阔的瞬间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命悬一线的迫降下斗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本期沙场 相信许多人都听说过 飞行员的招收条件可以说是极为严苛的 除了要有过人的身体素质 灵活的反应能力 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要有极好的势力了 在高空高速的情况下 良好的势力是飞行员准确判断位置和形式的基础 可以说是保证战机安全飞行和顺利执行任务的必要条件 然而就在最近 英国的一名飞行员竟然在训练过程中突然失明了 更让人意外的是 这名飞行员并没有选择弃机跳伞 而是决定在失明的状态下 驾驶飞机进行降落 那么如此惊心动魄的盲将 究竟能否成功 在世界战机飞行记录当中 又发生过多少令人不可思议的惊险瞬间呢 相信您看完今天的节目之后 就会更加深刻的体会到 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到底有多难了 2016年1月31日 银格兰北约克郡利明空军基地上空 一架英式教练机在机场上空盘旋许久 在做了多次降落姿态后 却都又调换机头放弃了注意 机场工作人员紧紧地盯着这架飞机 并不断向飞行员汇报战机的飞行状态 原来这架英式教练机在当天上午进行例行训练期间 飞行员竟突然失去了视力 眼前瞬间变得一片漆黑 飞行员立即向基地人员发出了求救信号 在得知飞行员的处境之后 英国皇家空军一度考虑让该名飞行员 利用安全逃生系统弹出机舱 而该方案随即遭到抗措 英国皇家空军最终决定 让这名已经失去视力的飞行员驾驶飞机降落 并派出另一架战机紧随其后 利用无线电通话指导失明的飞行员捉入 虽然能够清晰地听到同伴的指示 但由于身处一片黑暗之中 这架英式战机的飞行员要想安全降落 似乎仍旧不是那么容易 在机场上空不断盘旋 调整姿态尝试降落 在进行了多次尝试 又一次对飞机方位进行调整之后 无线电设备中终于传来了允许降落的消息 砰的一声 飞机终于落在了地面上 滑行了长长一段距离之后 在跑到尽头停了下 其实如此惊险的盲象并不是首次上演 在2008年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而失明的飞行员也是通过无线电 在其他工作人员的指挥下 安全实时了降落 我们看到最近的英国皇家空军 发生了一件非常惊险的事情 那么一名飞行员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突然失明了 可是我们想知道 如果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飞行员什么都看不见的情况下 他都可以进行哪些操作 保持飞机状态还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主要是看 短时间的失明还是彻底看不见了 如果是后者完全不行了 那当然就很危险了 如果是短时间的失明 这个在飞行工程当中是经常有的 我们知道 拉过载拉得太大以后 黑视 那就是眼前一片黑 什么都看不见 还有那个就是雪望上涌的时候 负负河很严重的时候 会红视 眼睛看出去突然一片红 那也很吓人 当然这个都是对飞行员的身体 有可能造成损伤的 但是这个都不是指永久性的失明 一般来说短时间的失明 飞行员通过自己身体的这种 咱们说的这种下意识的这种操纵 还是可以掌控飞机的状况 但如果时间很长 这就有问题了 因为他无法获知自己的飞行高度速度 飞机的姿态 以及你现在到哪了 在什么位置 这个必须要了解 不了解的话 你就完全失去空间感和方向感 就会有危险了 那么在失明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那样的场景肯定是特别危险的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飞行员是可以跳伞逃生的 但最终他选择了实施降落 而且我们发现在08年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而且飞行员也是实施了一个盲降 能不能说在类似的情况下 盲降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它有很多条件 应该说有一定的成功概率 实际上从成功的案例来看 离那个机场越近 成功的概率越高 如果后方有人知道 比如说你在无法目视的条件下 你平时的操作动作还在 比如你拉杆或者其他的幅度 你能大致掌握 如果背后有人告诉你 比如说30度 你大概往上摆一摆20到30度 如果小了以后 他可以指导你去修正 在这种条件下 有可能能够实施一定概率的 成功概率的这种盲降 从目前看 如果有强大的外部指令 周密的连续的外部的指导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成功的实现盲降 如果实现跳伞 这有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伤害 因为什么都看不见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什么姿态 我什么时候开伞 我下面是个水池子 还是一个其他的 更加危险的建筑 在这种情况下 它这种不可预知性 会更强 所以我想它的条件 也很苛刻 在这种条件下 都能够满足盲降的概率 还是有的 所以我们说呢 通过无线电 在同伴的指导下 成功实现盲降 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即便是飞行员 存在了一些缺陷 通过其他方式 也可以进行弥补 但是有的时候 如果说飞机出现了 重大故障的话 可以说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接下来通过短片 我们看一下 1983年5月1日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交界的 内盖夫沙漠中 以色列的空军基地 正上演着惊魂一幕 一架F-15战斗机 正在准备降落 飞机仪表盘上的数字 在疯狂地跳动 显示着这架F-15 此时正处于极度的 不稳定状态之中 原来 这架已经摇摇晃晃 但仍旧准备降落的战机 竟然只有一侧记忆 就在当天 以色列国防军空军进行了一场 模拟空战格斗训练 两架F-15英式战斗机 和四架A-4N天鹰战机相继升空 开始了一场高空对决 在进行了一番缠斗之后 一架F-15战斗机 突然向一架A-4N天鹰战机 俯冲过去 准备发动攻击 天鹰战机觉察到了F-15的意图 迅速改变飞行方向 企图躲避F-15的锁度 然而 由于F-15速度太快 两架战机以极其危险的姿态擦肩而过 F-15的飞行员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出击扑面而来 随即一个爆炸产生的火球 突然出现在它的眼前 原来 那架天鹰战机竟然爆炸了 虽然F-15得以倖免于爆炸的命运 但直到此时 这架F-15的飞行员都没有意识到 它坐下的一侧机翼 已经在刚刚的碰撞中折断了 它只感觉到战机 似乎已经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中 开始沿着奇怪的螺旋形轨迹 像一只眉头苍蝇一样飞行 在天旋地转中 飞行员听到了地面指挥人员下达的命令 准备跳伞 我们注意到在这次演习当中 由于意外 F-15失去了一侧的机翼 但是与它相撞的天鹰战机 可以说是当场坠毁了 那么同样是相撞 为什么两架战机的结果 就是不同的呢 可能是两个原因 第一是轻重不一样 第二是被撞击后的操作性能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 一个重型卡车和一个小轿车相撞 它所造成的结果 就像F-15跟A-4撞击之后 所形成的结果完全相同 小车可能被压扁 但大车有可能损失并不大 你要从目前看 F-15是个重型战机 A-4是一个轻型战机 如果撞击之后 那么A-4的损失一定比F-15要大得多 第二个原因就是F-15 它依然具备一定的操作性 你要从图上和视频中 所显示的这种撞击结果来看 F-15右侧的主翼完全损毁 但是你注意 它的水平尾翼是完整的 水平尾翼通过这种插动效果 也可以部分功能的代替主翼 如果距离并不是很远 完全可以通过水平尾翼的调整 来保证飞机的姿态 另外你发现在撞击过程中 机翼损毁了 但是动力系统没有受到重大影响 另外吹尾翼也没有受到影响 另外它的飞行 包括控制系统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通过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这种操作 来补偿一定部分的这种主翼的工作 飞的不一定很平稳 肯定是七扭八卫的飞 提心吊胆的飞 但是它不至于坠毁 另外我们说宋老师 您是飞机方面的专家 按照我们常规去理解的话 一架飞机如果说它的机翼折断了 很快就应该失去平衡 那么机上的人员 也很快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应 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一次演习的意外事故当中 恰恰就是飞行员没有意识到 机翼已经折断了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个F15的两个飞行员 出现了强烈事故以后 都根本没顾得上回头看 因为它的机翼在后边 因为做餐很靠前 做餐很靠前 它根本就没顾上回头看 机翼还有没有还剩多少 说实话 如果他们两个人任何一个人 回头一看 右边机翼没了 保证一个概念 就是跳伞吧 哥们别再折腾了 赶快跳伞 他们俩撞完了以后 看飞机是在滚 但是它增加到一定速度的时候 它可以用水平尾翼的这种插动 来保持飞机平衡飞 就是我仍然能保持兵飞 那既然能兵飞 咱就往回飞吧 它是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 最后他们以色列空军 还专门问了飞机的生战厂家 说是不是意味着F-15 去半个机翼还能飞回来 飞机生战厂家说 我建议你们下回一定是跳伞 千万别冒这陷王会飞了 它这个完全有一定的偶然性 所以在这次事故当中 别说是F-15 就是再先进的战机 有可能折断了一个翅膀 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 但是恰恰在这次事故当中 我们发现飞行员 由于没有发现翅膀折断了 于是继续要求进行降落 那么结果如何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虽然已经接到了跳伞的命令 但这架F-15的飞行员 并没有放弃 而是不断尝试将电子飞控装置 重新连接到机翼控制面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飞控装置竟然与机翼重新连接 飞行系统恢复了正常 飞行员随即推了油猛杆 并点燃了加力 这个尝试性的举动 竟然让他重新控制了飞机 随即他向地面人员请求 要求实施降落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飞行员加大推力 驾驶着飞机向跑道俯冲 伴随着砰的一声飞机着陆 然而由于速度太快 机身上的着陆钩 在钩住拦阻锁时 竟然将拦阻锁生生地扯断了 在滑行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之后 这架F-15在拦阻往前十米的位置 才终于停了下来 飞行员在飞机停稳后 终于松了一口气 然而他转过身去 准备同身后的教练员握手庆祝之时 才看到了令他震惊无比的景象 飞机的一个机翼竟然不见了 而在此之前 他竟然对此毫不知情 这架F-15的私立逃生堪称奇迹 然而像他一样 伸出险境的另一架战机 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2010年8月15日 阿根廷航空结上 一架电子航空飞机 在进行空中表演之时 飞机的一侧机翼 在空中突然断裂跟机身脱离 整架飞机冒出白烟 随即失去了控制 从500米的空中 直直朝地面摔去 在短短几秒内 便被大火完全吞噬 松老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如果说飞机失去了 一侧机翼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么在这次事故当中 反而我们看到飞行员 是控制住了这架飞机 并且成功进行了降落 那么最终这架飞机 能够成功降落 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是他虽然把机翼撞了 但是一根部分 还留了大概0.6米宽度的一段 就是一根部分还留着了 那一段还是有生力作用的 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个就是它的整个操纵系统 动力系统都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而且这个飞机呢 以色列的这个F15呢 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它像舰载机似的 在那个尾部上安了一个尾钩 否则的话 它也是落不了地的 因为这个飞机 上失了一半机以后 它必须要四五百公里的速度飞 太大了不行 太小了也不行 只要不是这个速度段 这飞机就开始打滚 就是平衡不了就打滚 就这个速度段 四五百公里可以 但是四五百公里着陆 无论如何是速度太大了 一般的着陆速度都是200多公里 你超过了一倍 那你怎么能受得了呢 所以它就最大的问题就是 下来以后这飞机就撒不住了 就全力的撒车也不行 就是沿汗就冲出去 但是它有一个尾钩 那个以色列这个F15呢 它是装尾钩了 它钩住了拦筑索 又把前面的拦筑网再升起来 钩拦筑索索都钩断了好几根 然后那个撞到那个网上去 这飞机再保存下来 另外多老师我们发现 其实类似的事故不少 不过呢 成功能够降落的势力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只知道这一件 那么是这件事情出于偶然 还是说这架F15 有什么独到之处 有可能是多种因素 符合的一个结果 我想如果出现了这种 重大损毁 一般的飞行员都会选择跳伞 包括机场指挥员 也不会允许这架飞机返回 所以可能是偶然的事件 很多因素凑巧 成就了这次奇迹般的迫降 同时有说明这架飞机 它在损毁之后 它可操纵能力 跟一般的飞机还真不太一样 你不是它启动布局 如果现在像法国阵锋 或者是这种欢迎2000 我采取大三角翼 而且一旦损毁之后 它没有这个水平尾翼 可以当做一个机翼来调节 也不会产生这种可操作性 所以跟飞机的结构 也非常有关系 另外F15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系列改型 它这种操作性 强调的非常强 而且被击毁 被命中之后 这种操作性 也恐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我们看俄罗斯苏联 最难看的 苏联5挖足 那个家伙在爱武汉 被打的机身团筛子 而且发动机 有的就剩了半个喷口 你看整个发动机降落之后 它基本上是一个 所谓的垃圾状态 整个飞机降落之后 就好像在战场上的 一个重病号 但它依然能够具备 这样的操作性 说明它在射击过程中 充分考虑到了被命中 被击中之后的这种行为 但是这说机翼全被打掉了 还有这种能力 这可能是个小概率事件 类似的事件 被重复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所以我们说这次事件 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传奇 也是多重因素 造成的一个结果 总之我们说 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 能够成功实现降落的话 确实是一件 非常难得的事情 另外呢 其实我们说 在飞机遇险的情况下 应该说没有最危险 只有更危险 在有些情况下 可能飞行员来进行 一些简单的操作 都很困难 究竟是什么情况 播段片看一下 2014年3月4日 上午10点左右 隶属于美国空军 加首纳基地的一架 F15战斗机 在飞行训练过程中 坐舱盖突然脱落 强大的气流 瞬间涌入机舱 强大的压力 使得飞行员 几乎无法动弹 而此时 战机距离机场 还有200多公里 高空之上 飞机变场横 高含强压之下 飞行员究竟能否安全返航 弹射那个杆给拉了 然后连人在座椅 在舱盖全没了 苏30空中遇险 发动机骤停 到底将战机置于何种险境 再开可能发生失火呀 发生爆炸 那就更惨了 美军迫降启用特殊道具 不起眼的凳子 究竟有何妙用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战机飞至空中 飞行员突骚失明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飞行员能否成功盲降 如果有强大的外部指令 周密的连续的外部的指导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成功地实现盲降 以色列上演惊魂一幕 F15遭遇离奇断翼 命悬一线的单翼战机 究竟能否安全降落 右边机翼没了 保证一个概念就是跳伞吧 坐舱盖拖落 变身敞篷飞机 高空之上 飞行员究竟面临核准困境 不仅那个睁开眼睛 而且会整个呼吸都会受到障碍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 苏30发动机骤停 我国飞行员 又是如何化险为夷 沙场推出 命悬一线的迫降行动 正在播出 相信许多坐过飞机的朋友都了解 飞机在高空飞行时 高空中的温度 空气的密度 氧气含量都很低 再加上飞机是高速飞行 如此恶劣的环境 普通人如果不带任何保护 根本无法忍受 然而就在2014年 一架F15战斗机的坐舱盖 竟然在空中突然脱落了 飞行员瞬间暴露在了高空之中 然而堪称奇迹的是 这一架F15的飞行员 竟然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 硬生生地将飞机开了回去 那么这名飞行员究竟是如何 克服困难安全返航的 此次惊心动魄的成功迫降 又是否是一个偶然的 2014年3月4日上午10点左右 隶属于美国空军加首纳基地的 一架F15战斗机正在进行飞行训练 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 然而就在飞行员将战机升到 万米高空 准备进行下一个训练项目之时 这架F15的座舱盖竟然突然脱落 飞行员瞬间暴露在高空的气流中 机舱内的温度立刻由20多度 下降到零下40多度 骤然而来的低温瞬间包裹住飞行管 更加棘手的是 涌入机舱的强大气流 将飞行员死死地按在座椅上 飞行员几乎无法动摊 危机关头 飞行员迅速减小油门 降低飞行速度和高度 顶着凛冽的寒风和强大的压力 终于勉强将战机 迫向在了冲绳基地 美军立即对事故展开了排查 并停飞了加手那基地 所有的F15战斗机 日本当地海上保安部 紧急派遣飞机 在周边海域寻找掉落的座舱盖 日本防卫省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要求美军尽快公布事故原因 然而 据有关报道显示 直到恢复F15战机的飞行训练 美军也没有对此次事故 做出任何解释 我们注意到在这次事故当中 F15的座舱盖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突然脱落了 被称作是敞篷飞机 虽然我们说起来很有意思 但是实际上 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危急的 但是杜老师我们想知道 什么情况下 才会让座舱盖脱落了呢 可能有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就是误操作 你比如说我在飞行过程中 无意中触碰了哪个按钮 有可能跟它相关造成了这个座舱盖的误操作 你比如说F15K刚到韩国的时候 韩国国防部长说这是个好飞机 我上去看一看 就会进去了 就会上去以后就把那个弹射那个杆给拉了 然后连人在座椅在舱盖全没了 第二有可能是一些故障 你比如说这个战机有很多东西在飞行过程中 都出现了脱落的情况 F15在长期服役过程中 不光是钓作舱盖 你包括垂直尾翼的配重 包括这个机载的各种武器和这个仪器 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你像日本的F15在飞的过程中 要不油箱掉了 要不配重掉了 而且在倒铁地里就可以看到 以为是头的炸弹 所以不排除它在生产过程中 包括长期使用过程中 维护保养不当 所造成的一些意外松脱 但是我们说在高空的情况下 如果说座舱盖脱落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我们发现呢 这架飞机的飞行员 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应该说硬生生的将这架飞机 飞回到了基地 那么我们想知道一下 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飞行员 还能做哪些操作动作呢 首先必须要说明一下 座舱盖脱落 在飞机的特殊情况处置当中 不是最难的 属于一般情况 因为你要知道 小速度飞机就是敞篷飞的 咱们说一战的时候 甚至二战的时候 那飞机速度不太大 都可以敞篷飞 出来给你招招手 都可以 只要速度小就可以 那么座舱盖脱落以后 对飞行员的操纵要领 就是一句话 降低速度 降低高度 把速度降下来 把高度降下来 降到多少以下呢 一般要降到四千米以下 那么这个压力 咱们说 您去过西藏 或者您上过青藏高原 那些压力 也就相当于四千米了 所以你就没事了 一般人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再一个就是降低速度 你速度太大了 人受到风的压力会非常大 不仅睁不开眼睛 而且整个呼吸都会受到障碍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 还有的是风太大 把氧气面上吹掉了都可能 所以降低飞行高度 减小飞行速度 就是正确处置坐舱盖飞掉的 这样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动作 我们说在失去坐舱盖的情况下 能够实现一个成功的降落 确实考验的是飞行员的体力 以及当时的一种心态 那么刚才 其实宋老师也提到了 坐舱盖脱落 可能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都不算是最危险的 若见这个空中的飞行环境 是有多恶劣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 可能对于飞行员来说 可真算是一次挑战了 2015年4月25日 在一次高强度的飞行训练中 我国空军的一架苏30战斗机 突然遭遇了一股强大的下降气流 紧接着 机身发生了剧烈震动 一时间坐舱里信号灯闪烁 并传来急促的语音爆警声 飞行员迅速检查发动机状况 此时 战机所发动机转速指针 竟然瞬间变为零 转速指针直接指零 属于罕见的空中骤停现象 对于我国空军来说 以往虽然也遭遇过 发动机空中停车的现象 但像此次这样的骤停 还是第一次 在发现战机的处境之后 坐在前舱的机长 迅速向塔台指挥员报告 并连续三次尝试点火重启 但军已失败告证 警报声还在继续 飞行员一面努力 保持着战机的稳定飞行状态 一面尝试各种办法恢复动力 保持好状态 下降高度 控制好速度 检查好设备 考虑应急放起落架程序 五分钟之后 指挥员再次发出指令 调整好速度 听令应急放起落架 飞行员驾驶战机对准跑道 战机开始下滑 五百米 四百米 三百米 伴随着飞行员收游门 接地 滑跑 放阻力在一系列动作 这架苏三陵战机 终于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此时 距离险情发生 仅过去了九分钟 我们知道发动机出现停车的情况并不少见 但是如果在空中出现这种骤停的情况 应该说是非常罕见 而且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注意到在这次事故之前 飞机是遇到了一股强烈的下降气流 那能不能说这种气流正是导致发动机骤停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个发动机的空中停车可比坐舱盖飞掉要危险的多的多 十倍以上都不止 咱们大家都知道空军有个战斗运行叫王海 王海有句口头语是 只要发动机转 我就能把飞机飞回来 你可想其他所有的那些测试情况 在他眼里都不是问题 但是发动机如果不转了 那就坏事了 就回不来了 所以发动机停车是极为危险的 就飞机没有动力了 那就凭滑翔 或者说你就高度会不断的下降 这个是非常难处理的一件事 第二呢就是发动机停车的原因 最基本的是由于操作失误和发动机本身的故障 就是你自己的故障 至于外界什么上升下降气流 对它不应该有任何影响 一旦发生停车 你必须要看的就是发动机转速表 是像这上面说的只零了 还是还有一个自转的转速 如果发动机转速只零 说明发动机被卡住了 这发动机再也没法用了 就是你再次启动都是不可以的 如果它还在自转 还能再次空中启动 你还有希望把它再重启 重启 你发动机又转又好了 就可以解释 如果是转速为定 怎么着都不带有一点转速的 那么你这发动机大概就彻底爆发了 或者是爆轴了 或者是一片断裂打穿了 然后彻底就拿卡住动不了了 一点都那是转速为定 你就不能开 不允许再开了 再开可能发生失火呀 发生爆炸 那就更惨了 那么我们想知道 造成发动机骤停的原因 除了飞机本身的故障之外 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因素 最主要原因就是异物 你比如说现在常见的撞鸟 吸进东西 在起飞和降落 在高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这机场周边可能都有鸟 有鸟飞的高度也挺高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吸入 有可能造成发动机的骤停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比如说我的零件脱落 然后在强大的气流的这种吸引下进入发动机 导致发动机停转 不光是自己的零件脱落会产生这种情况 比如说前面飞的飞机 那突然比如说他的一个零件掉了 有可能很巧就进入了发动机的这种这个气流范围 而且吸入发动机造成了重大攻占 你看很多这个国外所拍的视频里边 你的撞击是一个问题 有的比如说他这个导弹突然不知怎么回事掉了 掉了之后很完整的很巧妙的 或者很这个不走运的 就被后边的飞机吸入了自己的发动机 甚至撞到自己的其他部位 也容易形成这种问题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 在发动机出现骤停的情况之后呢 塔台就要求占尽的随时准备好放下起落架 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动作对于飞机能够成功迫降 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你到了机场之后 到了机场之后 这前提不能太早 你要想落到机场之内 这个时候要注意 因为发动机停车以后 发动机的匹配的那套液压系统的压力可能不足了 压力不足就带来一个问题 气流价可能放不下来 或者解锁了 那么当然放不到位 这个时候也是很危险的 要趁那个液压压力还够的时候 把起落架放下来 不然的话 你起落架没有及时放下来 你下滑到机场的时候 如果你是机辅在跑道上蹭 内摩擦很快就会着火 如果还有剩余的油 可能整个飞机都要被烧毁 那飞行员也有生命危险 所以不放起落架着陆 又是飞行员一打忌 所以我们说为了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危险 刚才提到的一些应急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 而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一些常规的应急措施 那么事实上对于航空大国美国来说 它经常会想出一些非常另类的应急措施 究竟是什么 通过短片 看一下 2014年6月7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AV8B钥匙战机 在巴丹号两栖攻击舰上起飞 开始执行飞行训练任务 一切都进展十分顺利 飞行员在完成任务之后开始反复 然而当飞机将要到达甲板上方准备实施降落时 飞行员却意外感知到飞机的前起落架无法打开 飞机无法实时降落 而让人吃惊的是 美军此时竟把飞行员和战机的安危 完全寄托在一个板凳之上 AV8B钥匙战机命悬一线 不起眼的凳子究竟能否担当大任拯救这架经典战机 如果无法破架 那就是飞行员跳伞之后去捞 飞机就此报废 美军无人机大量坠毁 高科技集合体为何难以自救 这个飞机如果一旦失速以后 你就是有人在上面 你想改出失速都不是件容易事 空中危机能否化险为夷 到底由哪种因素决定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战机飞至空中 飞行员突骚失明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飞行员能否成功盲降 如果有强大的外部指令 周密的连续的外部的指导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功的实现盲降 以色列上演惊魂一幕 F15遭遇离奇断翼 命悬一线的单翼战机究竟能否安全降落 右边机翼没了 保证一个概念就是跳伞吧 坐舱盖离拖落 变身敞篷飞机 高空之上飞行员究竟面临核准困境 不仅那个睁开眼睛 而且会整个呼吸都会受到障碍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 苏30发动机骤停 我国飞行员又是如何化险为夷 沙场推出 命悬一线的迫降行动正在播出 在飞机出现紧急状况之时 大多数国家的空军都有成熟的应急预案 而这些应急预案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稳妥 以期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和战机的安全 然而美军在处理一次紧急迫降事件时 却显得相当不谨慎 竟然将飞行员和战机的安危 完全寄托在一个凳子上 那么如此另类的迫降到底是如何上演的 一把简单的凳子 又能否如美军所愿 帮助战机成功实施降落呢 2014年6月7日 一架AV-8B钥匙战机 在准备降落战舰甲板过程中意外发现 飞机的前起落架无法打开 战机无法正常降落 飞行员立即将情况报告给军舰控制塔 然而军舰的指挥人员却并没有显得十分慌张 而是迅速让舰上官兵将一个类似座椅形状的白色支架 摆在了甲板上 随后控制塔指挥员向AV-8B飞行员发出指令 要求飞行员将白色支架作为临时前方起落架 支撑机头的重量 随着战机高度不断下降 所有人也越来越紧张 砰的一声 飞机重重地砸在甲板上 机头在支架上反弹了几下 最终有惊无险地落在了这个板凳上 然而 钥匙战机也并非每次出现类似的事故都可以顺利解决 2010年9月 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钥匙战机无起落架迫降测验 这次测验中 工作人员在地上放了一堆床垫 希望钥匙战机能够实现软着陆 随着巨大的声响 钥匙战机狠狠地摔在地上 厚厚的烟尘夹杂着飞机碎线四处飞散 对此 有网友评论说 还不如让AV8B直接破架 这样还可以节省一堆床垫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的一架 AV8B是在板凳的帮助架最终实现了降落 可是我们想知道 相比于普通的战机 垂直起降的战机在降落的过程当中 应该说是不是安全性更有保证呢 因为垂直降落它需要的空间比不大 那只要超出翼展一定的宽度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降落 所以现在的垂直起降飞机 它对各种起降条件 包括狭窄的这种甲板 它适应能力很强 你看常规飞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你比如说F18这个CD或者EF 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没有办法 那只能是在航空母舰上进行迫降 如果无法迫降 那就是飞行员跳伞之后去捞 飞机就此报废 所以这种对降落条件依赖程度 不是很高的起降方式成就了这次所谓的奇迹 另外呢 它跟整个的甲板配合 飞行员的精准操作 这种关联也很大 你比如说我必须在前起落架 在这个点上 那你的判断啊 包括地面的协调工作会做得非常好 如果不能够精确的把这个床垫 或者是板凳精确的放在前起落架这个位置上 那么飞机在降落过程中 有可能出现倾斜 比如说我压住了一个边 或者是它不是最终着力部位在那个地方 有可能也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造成机头的损毁 但是话要说回来 我们看到AV8B呢 执行类似的行动的时候 其实也未必是一个万全的保证 比如说之前呢 我们看到AV8B在做相关的实验的时候 下面垫的是一个床垫 而恰好的它就是重重地摔在了床垫上 我们现在目前来看 就是电的东西不一样 好像产生的结果就不一样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可能跟它的落地的起落架的这个方式不一样 咱们一般的看那个飞机的起落架 都是前三点后三点 但这个钥匙飞机呢 不是 它叫自行车式起落架 就是一个前轮一个后轮 然后机翼两边有两个小的那个支撑轮 就像那个咱们小孩学那个自行车 那个小轮车 它为了怕小孩摔倒 在那个后轮那支出两个支撑轮 你放一个床垫在那 它不放起车架 两个支撑轮也不出来 所以它落上去一定就会歪掉 它一定会像一侧倾斜 一倾斜 就把那个飞机机给咱们说给撇坏了 或者说蹭坏了 所以反而不是咱们所想象的 你放个硬板凳在那 这个后面有一个主起落架 前面机轮就蹲在那个板凳上 倒反的比较安全 因为它这个时候两边有支撑轮在支撑着 所以它不会侧翻 而那个不放起落架 往床垫上落那个的 那最大的影响是侧翻 所以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 就是不同的飞机 不同的起落架方式 我们处理它应急落地的方案 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 飞机可能遇到的险境 应该说都是惊心动魄的 那么相比于有人机 其实无人机如果发生事故的话 就不会让人感到那么疚心 而事实上无人机发生的事故率 要比有人战机高得很多 究竟什么情况 我们继续往下看 2014年12月12日 美军一架MQ-9死身无人机 从部署在中东的秘密基地起飞 执行机密任务 然而就在起飞不久之后 这架无人机与飞行员失去了联系 在进行了紧张的抢修 飞行员重新控制这架无人机之后 操作室的控制屏上 却突然开始显示无人机电量不俗 原来其发电机也出现了故障 飞行员试图改变飞机的预定路线 实施紧急迫向 然而无人机却因为电量低 而无法启动着陆装置 最终这架死神只能在空中盘旋着等死 据同意 从2001年开始 至今已经有超过400架 不同类型的大型军用无人机坠毁 作为美国空军中最主力的无人机 50者曾经数量高达269架 而截至目前已经有48%在事故中坠毁 其中大部分事故是由于无人机自身的故障导致 美国陆军安全官员称 陆军无人机坠毁率是陆军有人驾驶飞机的10倍 我们知道这个无人机事实上是有人员在后方进行操控的 但是从一些实实在在的数据当中 我们确实看到无人机的事故率要比有人战机高很多 宋老师我们想知道难道是无人机在遇险的时候 想要迫降的难度系数确实比有人战机更高吗 这个主要原因有这么两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无人机的操控是由后方的 咱们说控制室的人员来进行操纵的 那么我们只要想一下就明白 它的处理的延迟性增加了 我情况传回去 看后面这人看明白了判断清楚了 再把操纵指令处理指令再传回了 他才能有动作 那你一个动作咱们说 比如说应该一秒钟反应完 你应该做出来 你现在五秒钟才做出来 那你肯定就慢了 你慢了是不是你就会错过最佳处理时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后方的这个视野 和所看到的信息是受限制的 你有人我坐在座场里 我这个飞机什么姿态 周围什么环境 地形是什么 我都看了一清二楚 而那个无人机那个是 我能看到的就是很小一个视窗 然后我所知道呢 哟是发动机构炸吗 还是什么华油温度过高 还是哪一地方被打了一个窟窿漏油了 我搞不太清楚 无人机的飞行设计的余度 是比较小的 就我正常飞行 我像这种飞机 我迎角就不能拉太大 一拉失速没法处理了 谁都没法处理 因为它是一个滑翔机的一个气动外形 这个飞机如果一旦失速以后 你就是有人在上面 你想改出失速都不是件容易事 何况你还没有人处理还慢慢拍 所以说在处理事故的问题上 应该说有人和无人战机的区别 就非常的明显了 那么杜老师 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种飞机 在遇险的情况下成功迫降的案例 不管是偶然也好 必然也罢 您觉得一架战机能够成功迫降 它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可能有好几个因素 你首先从整个飞机来看 肯定是一个低高度 低速度 近距离 另外它是一个小故障 不能是一个结构性的解体 或者重大的损失 这中间还需要运气 你刚才我们说的 AV8B 键板特儿 能够让自己平安的在甲板上着陆 你看很多大型客机也出现问题 比如起楼架 起楼架看着晚上 它咕噜全坏了 这样一旦在 这个跑道上摩擦 也有可能出现倾斜 或者是翻覆 那垃圾板人 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事故 那么很多采取这种因素 是用个客户两用车 在前面以同样的速度 跟着跑 而且在这个即将 起楼架着陆的时候 马上改变自己的方向 让起楼架 能够把自己这种残余的部分 放在客户两用车 那个车头里边 这样也可以形成一个固定 起楼架或者临时起楼架 所以这种速度问题 恐怕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另外呢 你的损失不能太严重 你比如说 李隋雷F15 翅膀掉了 但是它没有进入螺旋 如果进入螺旋状态 凭单机翼要想改出 这个简直太难了 所以它这个运气 再加上小故障 也恐怕是成功 迫降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所以我想 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作用的结果 如果这些故障 发生在任何一架飞机上 如果没有这种好运气 那马上有可能 面临着击毁人亡的重大事故 所以迫降困难重重 需要很多条件 同样也需要一份运气 在世界战机飞行记录中 惊心动魄的事件频频上扁 然而 在这些生死瞬间 飞行员能够死里逃生 依靠的并不仅仅是运气 高超的驾驶技术 与陈拙的处理能力 惊人的意义 以及地面人员的密切配合 无一不是战机平安返航的必要条件 这些航空史上的惊险瞬间 也因此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经验 俄反坦克无人机曝光 文字描述与画面内容背道而始 如此矛盾的报道 到底是无心之师 还是有意为之 脑控无人机通过测试 易于传统操控方式的意识控制 到底能否真正走进现实 俄推出新概念气垫无人机 小小的气垫 为何能让无人机瞬间变得无所不能 沙场敬请收看